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當SAMMON買東西時 就看到了我前面的那一客人 他結完帳的時候他比了一個這個 然後我也看到對面的那個 就是電源他也比了一個這樣的手勢 我心裡就想 哇 這容養人士也太有禮貌了吧 然後那個電源也非常有禮貌 也比了這樣的手勢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手勢 謝謝 謝謝對不對 那可是呢 這個看人又比了這個手勢 那電源呢 又再比了一次這個手勢 這個時候 客人忍不住說話了 我是要賴打 他只不過是要個大火雞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難道就不能用說的嗎 就非得要用筆的 那如何把話說好 這是一個溝通很棒的一門學問 只要你能夠把話說好 相信溝通就不會有問題 今天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 我們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 我們的講師團 也是我們高友雙語會的會長 那同時他也是中國廣播公司的榮譽講師 大家知道是哪位講師呢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好 他有一個關他叫都督老師 所以呢 在場的各位 我們今天要來聽他講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演說 同時教導我們如何把話說好聊溝通 各位親愛的會友 伸出你們雙手 借用你們熱情的掌聲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都督老師 郭敬賢老師 各位親愛的會友大家好 好 今天下午呢 在我們豐盛的晚宴之前 大家再來聽一場 國語教育演說 讓大家吃飯吃得更 理所當然 理直氣壯 因為呢 我們參加國際演講協會呢 最主要就是要隨行的是溝通和引導 那麼以下呢 會為大家帶來 今天我基辛為各位策劃的內容 那麼在此之前呢 想先跟大家就是 簡單的介紹我自己 我在 就是說進入我們的國語 進入我們的演講協會之前 我一直都是在 經商會這邊擔任教育訓練 在演講和辯論方面呢 擔任評審和這個交導選手 帶去比賽 那麼在中廣這邊的資歷是 最近我參加了他們的一個演說擂台賽 那如果各位對我想要傳達的內容呢 很有興趣 或者是很好奇我 為什麼要叫皮太厚的話 就是臉皮要厚嘛 那我是慈禧太厚 慈禧太厚是很不人道的 我是皮太厚 我傳達的是要推動臉皮要厚的皮厚哲學 如果對方 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YouTube上面 看演說家擂台賽 決賽都進行 可以知道 臉皮厚 對我 對你們個人的生涯 有多麼大的幫助 在我的這些連串的溝通的內容當中啊 最主要是我深信不疑 一個溝通能夠做得好的人 絕對他的一生是幸福和順利的 你同意嗎 同意 真的 我太相信 我深深相信這個理念 所以我會馬不停蹄的穿搭我的使命感 就是溝通的重要 那麼溝通其實就是維持關係 哈佛大學呢 曾經有過一項長達76年的研究 而這一項研究的參與者 已經有經過了四代 他們在研究什麼呢 人的一生當中 能夠讓他感受到最幸福的是什麼 究竟是這個世界上面 什麼樣子最吸引人的事物 能夠讓一個即將要告別這個地球 離開這個世界的人感到幸福呢 其實就是關係 其實仔細想想這一間研究是非常有他的道理 他追蹤了76年 讓所有紀錄了所有要離開世界的人回答 他這一生當中感到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他對關係的滿意度如果很高的話 他這一生就是非常幸福的 如果他身邊和他維持好關係的人數量越多 他就會覺得這一生的幸福感越高 所以溝通這件事情 是我們每一天都要面對的 而且是永遠都逃避不了的事情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集的影片 這影片當中呢會讓大家看看 一對情侶 他們在用餐的時候是個什麼樣子的溝通情況呢 這段影片啊請大家在觀賞的時候可以想一想自己曾經過去或者是現在 然後在您約會的時候 是不是也曾經有過說錯話 詞不答義的這種尷尬的時候 那個您的另外的這個伴侶呢 他是怎麼樣面對你的詞不答義 他是非常的體諒你 還是他會很生氣給我一張臉呢 其實一個人齁如果能夠就是說多多學習怎麼表達的話非常重要 有一次呢在一群這個畢業生啊 他要去這個畢業旅行的時候 大家圍在一起嘛 大家上了洋芋山然後就在舉杯啊 其實就總算要畢業了 結果啊他就大家舉杯慶課的時候就說 太棒了今天晚上呢 沒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阻擋我們 痛快的盡情的飲酒 所以大家舉杯的時候有個人就講說 該把讓我們同歸於盡 有人就說你會不會講話 今天我們爸是出來高興耶 隔天早上罰你 罰你去叫老師起床 你就要最早起床 結果隔天早上他很乖 他就呢到老師的房門口 因為我外面就是窗門就是說 老師老師你時候到了 該上路了 我看老師應該當場 在房間裡面撞牆啊是不是 所以呢 修辭在你說話上面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能夠把你說的話呢 是很刻意的稍微經過修飾和包裝表達出來 這是一項技巧 溝通的課我相信呢在現場的各位啊 大家都上過這些課 可是常常上來的課 很離開的教室回去之後 依然我還是我 我還是原來的我 沒什麼改變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心毛 就是mindset 那個心毛就是 溝通絕對是要刻意的練習 各位相信嗎 刻意的練習一定可以成 可是如果我們人兩個還是非常的隨意的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樣溝通課再上三堂 進步還是很有限喔 要很刻意的練習 怎麼會變成? 能不能落在那裡 欸 搖子 搖子 吼子 當我來然後 還在? unl những 如何 可能我來 好 可慈我 搖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弄得你 超顺口包麦醉 爸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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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你了 口皮 口皮 你去瞧瞧你 超狂样的 你喘光云 你喘光云 人家 你喘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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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你 你喘光云 看我能生 我生存在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我去找路 吧 我去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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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再給我看 你 你還給我 我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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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報名回憶啦 疼在啦 在你疼 咳咳 來報名回憶 太誇張了 其實他後面講說 你寶貝我只愛你 這句話早說嘛 為什麼要拖到最後呢 好了 剛才這個四分鐘的影片 請問你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什麼 男人很辛苦嗎 猜得很辛苦說得好 所以男生會不會很希望 女生想要什麼詞說 就直接講嘛 我想要這個鑽戒 可以嗎 對男生猜得很辛苦 那你還看到了什麼 我們今天 泰國 泰文 你們還看到了什麼 來請說 我覺得女生也暗示得很辛苦 女生也暗示得很辛苦 但是我們就民視嘛對不對 真的暗示得很辛苦 因為那男人太笨了 我說的是上面的不是在座的 不是在座的 來 你請說你看到了什麼 就是發現男生女生 真的是都不一樣 真的兩個都不一樣 沒辦法合在一起 沒辦法合在一起 就偏要合在一起那怎麼辦啊 真的就是在溝通上面 很明顯的感覺到 男生和女生就是不同 我真的是要奉勸大家 尤其是在座的男性 當你發現女生一直在繞圈圈 而且一直在出考題給你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就是直接 就明白的請他直說 其實這樣子的話呢 真的可以比較有效率的溝通 那女生有時候有沒有發現 你一直迂迴 發現到最後自自逃回去 對 對 因為那個男生就是 白癡啊 白癡啊 這不是我 不是我講的 真的 男生有時候他就是在回路上面 他的腦筋就是比較遲鈍一點 因為男性和女性 真的來自於不同的星球啊 所以同一件事情 一定是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男人用腦在溝通 女人用心在溝通同意嗎 真的 好抽象喔 嗯 舉個例來說啊 像是有有兩個 就是那個在圖書館 讀書的學生啊 班隊嘛 然後這個女生呢 在一點半的時候 看見這個男生都沒有什麼動靜 他就問他說 欸你餓不餓啊 那男生就不會啊 好繼續讀書 然後 就又過了半個小時 然後這個女生問他說 餓了嗎 那男生就不會 我早上十點才吃啊 還好繼續讀書 這個時候女生問第三次的時候 那男生說 嗯還好欸 再等一下吧 結果這女生就站起來 自己走了 你知道嗎 這男的就覺得莫名其妙 喔 對為什麼莫名其妙 因為這個男的他是 他就是在用他自己的大腦 跟生理來確定 我就是不餓啊 你不是問我餓不餓嗎 但是這個女的 他要的是什麼 不餓啊 對 女生為什麼講話就是沒有迂回呢 迂回到就是氣死自己 然後直接暈倒 真的覺得說 男朋友怎麼那麼不體貼啊 可是 有時候啊 溝通這是要有共識的 溝通有時候是雙方的 絕對不是只有單一方 所以當女生如果能夠更明確的 明白的說 可是我餓了 這件事情就不用鬧別扭了嘛 對不對 你就只說可是我餓了 因為男生真的很希望也很需要的是直接 直接明白的告訴他 你的襪子很臭可以丟洗衣機嗎 不用迂迴的告訴他 好就是很明白給他指令是有用的 常見的溝通地雷 在我們的研究調查當中 人與人之間尤其是配偶 夫妻很容易踩到地雷的時候 就是時機不對 什麼樣的時機最危險 進家門的那四分鐘最危險 剛進家門最好不要溝通 不要談事情 不要問他需要下決定的那種話題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剛才進門的那個人 他是不是在外面 剛才可能在馬路上遇見了很粗魯的一個人 或者是他很熱 或者是他剛才走在馬路邊 然後被人家就潑了水 所以情緒是非常惡劣的 剛回到一個空間 在轉入下一個空間的時候要有緩衝 進門的時候只要say hello 話不用說太多 尤其是討論事情 那個時候都是bad timing 再來就是育下定論 育下定論這件事情也是溝通的地雷 因為他很容易 在溝通之前就已經先想好一套劇本 對不對 自己已經有劇本了 然後先去溝通 心裡就先想好 他肯定對這件事情 會不願意花這個預算 我接下來應該如何 他上次就怎麼樣 哇那這育下定論的話 會讓溝通產生一些關卡和阻案 第三點就是胡猜 如果在情緒不好的時候 還胡猜 那就很容易讓你的溝通 沒有辦法順利進行 因為我們心裡頭 根本就已經想好了 對方肯定不同意 對方一定認為我他愛花錢 對方一定覺得我是在找藉口 你先想好了這些之後 才去溝通的話 那很容易會踩到地雷 因為他無法很順利的讓溝通的這個往來很順暢 根據統計 男性最在乎的女性特質是 來男生請說話 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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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現在是民國 民國一百 民國錢是吧 謝謝 謝謝 很好 這是乖巧 對不對 乖巧順寵這樣子 是是是 還有嗎 都可以講 沒有標準答案 男性最在乎的女性特質請說 有自信 有自信 非常好 有自信 來還有呢 男性 男性你認為你最在乎的女性特質是 要迷失你 要可領域對不對 最怕就遇到有理說不心的 很好來 女生 帶得了出場 帶得出場是吧 好 這樣子嗎 要有面子 是是 就是 要能夠入得了 然後出得了 是 那床上要 沒有人敢回答 我知道 好 據統計呢 男生最在乎的就是 女性的溫柔特質 這就是最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我最浪漫的事 他就這樣 你希望我越來越溫柔 那就表示不溫柔 希望到老能夠最終可以溫柔 那麼 那女生的 女生希望的是 來女生最在义的男性特質是 體貼 體貼 很重要耶 還有呢 陪伴 又有時間 對 真心 對啊 你看 這是你人生的寫照嗎 謝謝你的分享 真的 真心的陪伴 要有誠意 你陪伴對不對 你說一直 一直 對手上狠嘛 然後一直講說我在聽啊 我在聽啊 真的是演戲演演的好一點嘛 是不是 女性其實最在乎男性的是責任 那他講說 我希望你越來越放我在心上 這個話的意思就是這個男的平常都 不把他放在心上 就是少一根筋嘛 所以才會是最浪漫的事 將來可以 希望可以一起邁上這個特質嘛 那麼接下來 男性最在乎的 最受不了的女性特質是 最受不了 跟你剛才講的那個 藥可領域有點像 老叨啊 老叨說得好啊 還有第二個答案 現場應該是沒有了吧 就是 對 還有 太注意小細節 狠 受不了對不對 真的已經要把人逼瘋了 你知道嗎 就像剛才那個影片的女生一樣 對 那男的都已經被他逼到冒汗了 然後被他逼到全身發抖了 他還覺得說 你給我講出正確答案 哇 來 那一位 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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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不了女生猜疑 對 尤其是在公共之前 還先胡猜 胡猜了一套之後 然後直接問他 發現對方長得 不符合自己猜的那一套 然後還不讓他睡覺 好 來 就是 撈撈叨叨 那女生最在意 最受不了的男生特質是 少一根筋 對 常常讓人很失望 都不符合期待 還有呢 什麼 不愛乾淨 什麼 不愛乾淨 不愛乾淨嗎 對耶 這一點就是 我到現在都不敢結婚的理由耶 真的喔 看到很多男生 對不起 在這邊同時都是我們的會友 講話還是要公正客觀一些 撈撈叨叨叨 你看自催自淚 女性最受不了的男性就是自催自淚 其實同樣都是跟說話有關係 如果能夠把話說得非常實在 而且呢說得能夠意思表達得清楚 不要囉嗦一堆無意義的話 那應該就比較能讓男性跟女性滿意對不對 有一些無意義的話 就是真的不用說 我有一個朋友 明明過年前才去檢查過車子 但是過年的時候 就在高速公路上拋毛 結果她太太就一直罵她 說 你不是才檢查過嗎 怎麼可以放過那一家修理場 我們一定要叫她賠錢 男生遇到這種時候 是不是會覺得整個真的就是火想要冒起來 但是 但是又想要極力的把它count down下去 這叫做無意義的話不用說 因為事情已經發生 我們就看事情就好了 不用再去檢討 或者是有這個間接責備的那個意味 對不對 各位男士 我再幫你們講話 可以點頭一下嗎 還是脖子 脖子也好 謝謝 那叫醉字喔 你好專業喔 沟通當中不用有醉字喔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真實 修飾 還是要直接跟婉轉 妳身邊有沒有一些人啊 他是屬於非常自豪 我就是直腔子 我講話就是非常直接 直來直往的 有這種人嗎 川普啊 川普啊 謝謝你 我覺得這位姐姐真的是很通常 謝謝 其實在非常直接的人啊 她的邏輯裡面 我絕對相信她找得到和她對盤的人 就是她也 她的對象喜歡直接 因為直接可以增加那個溝通效率 而且可以非常清楚的把意思傳達 但是有一些人 如果很直接她就會很害怕 真的 那有時候是真的需要有一點修飾跟包裝 舉例來說 如果你收到了一份禮物 真的很不喜歡 請問 你收到那個禮物 你很不愛 那送禮的人又在現場 你該怎麼辦呢 很完整的跟她講說 謝謝 會收下 會收下 很完整的跟她說 喔 謝謝 我實在表現的實在是不太好 來請問如果那個禮物你真的很不愛 那你該怎麼表達 謝謝 假裝很愛 做人好辛苦 真的 我們就要很感謝 對 我說人在願意送禮物就要很感謝 不要在乎那個禮物 對真的 送禮呢 送禮的人對我們是在意嘛 是重視的 所以它是一份心意 我們就不用太在意了 但是她送來的那個包包 可能三年都不會背 然後送來的那件衣服 或者是圍巾 可能會覺得很難又想要轉送 但是又覺得不太 這種時候啊 真的是很希望 大家可以在意的是這個禮物的背後 背後的那份心意 因為我真的遇過很直接的人 當場給對方很 對有點很尷尬的情況 明明是一件好事 還有如果你心愛的人 為你做了一桌子的菜 相信有一些人 他在人家請客的時候 他會一看到菜端上來 他就會說 我不吃這個 我不吃那個 有喔 嗯 你不吃你就默默的不吃就好 不必 不必 不必影響別人 也不用講得那麼直接嘛 有時候真的 在我們的話說出口的時候 我一再的 還是邀請大家可以參考 參考我們今天的 也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就是有意識的去管理我 說出來的話 無意義的不用說了 而且是要刻意的 刻意的練習 就像是我們在演講會裡面的 最一次一樣 刻意練習 那麼在剛才的影片當中也是 他也有提到一個演講會的 三明治的回饋法 剛才那個女生 她是不是 那個男朋友跟她講說 短髮 短髮好看 但是長髮比較好 但是她就結束了 她如果之後可以再回饋一個就是 你現在更俏麗了 無論如何我都是最愛你的 光頭也一樣 這也是太違背良心了 親密溝通有半小時喔 有半小時 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但是啊 我真的有看見 有很多的在一起啊 就是很多年的夫妻 或者是伴侶 他們的溝通已經習慣了 習慣你一定要注意喔 習慣是親密關係的半小時 因為太習慣了 你們對外人應該不會這樣吧 對外人不會 真的非常的客氣 而且顧慮到別人的感受 但是對自己的人喔 都想把一刀斃命你知道嗎 哇那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何讓我們心愛的人一刀斃命 所以有時候想要傷害她的時候 好不考慮直話直說 哇這很痛喔 假髮第二點 揶揄好了 我真的看見有些夫妻啊 我有個朋友 他就是 有一次喔 他就是想說那個 他想換換樣子嘛 然後就買了一個長長的假髮 因為他平常都是頭髮有長 就是他買了一個長假髮 而且還捲捲的這樣子 捲是比較小捲 他就是套給他先生看嘛 就說欸 你看我這個頭髮好看嗎 欸先生哪齁 沒有講 他就是直接就是看著他說 欸 這讓我想到一件忘了很久的事欸 他說欸 欸 是剛認識時候的我嗎 他就說 你是家裡的拖髮沒有買 這個髮型讓他想到拖髮 你說氣不氣人啊 如果我是這個女的 我應該不是 我應該 應該會撞牆 現場噴鼻血 真的 這就是揶揄 有時候笑他都互相笑 真的很要命欸 有時候我們 我們真的可以把說出來的話 當成一個禮物 明明知道對方是希望開心 我們就送給他 講一點唯心之論 也是日子好過的必要 必要方式 有時候有些男生覺得溝通 為什麼這麼重要啊 我就是不愛講話 宏蘭教授的演講 他裡面曾經提到 女人一天最少要說幾個字 五萬 五萬啊太多了吧 兩萬字 欸對兩萬字 男生一天他真正大腦需要的字量 只有幾千 一千太少了 八千差不多七千 所以女生啊通常 他的那兩萬字 如果在外面沒有講完 他回家就會 他就會把他消化掉 那男生通常那七千字 已經在工作的場合 差不多已經把他講完了 所以回到家他都不想說了 那這種時候 那個一萬四千字就是關鍵了 那在大 大 大腦的大腦的那個核心當中啊 雖然有一些網路影片 就他會去酷手 男生和女生的大腦不太一樣 那個男生的這個大腦 因為我學心理學和諮商 還有中間跟這個左右 他都有不同大小區塊 對性是非常有興趣的 應該沒有人反對吧 好現場知道大家都是正人君子 那我來跟這邊 對 那女生的話呢 其實他是對購物 還有對於說話表達這件事 非常的非常的重視 非常讚美 所以親密關係 男生本身認為我和你在肢體上面的親密 就說明了一件 但是女生呢 他如果要看你有肢體上面的親近 他一定要確定 他和你很親密 那親密的橋樑就是你要聽他說話 認得吧大家 一萬四千次就讓你們吸收了 回到家吸收 真的就認了 女生如果覺得他跟你說話的時候 得到的回應和真誠的聆聽 是很足夠的 他很滿足 原則上他就會願意 看你非常的親密 他也覺得關係讓他很滿足 那麼說理分析 威脅警告 如果家裡有小孩的 他在那邊打一聲噴嚏或是咳嗽 我們是不是有些大人會跟他說 你就是要感冒就對了 叫你穿衣服你就不穿 如果你要去看醫生 你知道很貴 我絕對不幫你付錢 這就叫做攻擊性的語言 也就是威脅警告 我警告你喔 你在外面少給我 跟別的女生眉來眼去 如何如何 哇 這種開場白都會讓我覺得 在親密關係當中很不美對不對 大家都不喜歡 親密溝通的五大原則 今天我們的課程當中原則來了 總共五大 比不一定全部都要記得 選兩項帶回家 待會吃飯就會吃得很有滋味的 真的 今天那一個小時就沒有白來 覺察其具 目標清楚 換位思考 還有你要期待合理 並且臉皮厚厚 真的 情緒不好的時候 不要去溝通啊 因為喔 很 你想想看 即便是一隻狗 即便是一隻狗 如果我是怒氣沖沖的走向牠 而且我走得很快 這隻狗會怎樣 牠會躲 牠會逃跑 連狗都知道 情緒不好的時候 不要去找人談事情 這樣會越談越糟 有沒有感覺過 事情本身很小 但是溝通不好 會讓牠變很大 還有 事情本身不大 但是態度很差 結果 旁生枝節 這件事就不可收拾了 有吧 不只在家裡 再吃腸也是 態度和情緒的穩定很重要的 這幾種表情 據國際統計 國外有講過 男性天生對於表情的分辨 就比女性的大腦來的弱 女生可以察覺非常細微的變化 男人是很難的 這就呼應到我們剛才講的 神經就是十個沒有辦法 但是 男性的優勢 他的優良性 他就是發揮在其他的領域 男性和女性在地球上面就是各司氣質 各有各自優秀的表現 在目標清楚方面 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我們去找人家講話 講來講去講到後來都 就不聊兩次 怎麼樣 沒有結論 沒有結論 對阿真的很無效溝通耶 為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有三個人 他去這個火車搭火車 然後在月台 然後眼看就是聊得太開心 那個火車都已經 啊幾乎要走了 結果有兩個人 他就是跑啊 一直衝啊 然後他們就上了火車 其中有一個人 他因為有行李很重 兩隻手提著行李 他跑得比較慢 所以他沒上火車 他一個人在月台 但是他卻 偷聲笑了出來 那個戰務長就問他說 欸你沒上火車 你應該要很難過 你怎麼可以笑呢 他說因為那兩個是來送我的啦 這就是目標不清楚 聊天聊一圈之後 都忘記自己要來幹嘛了 真的有這種 我也有家人 就是聊天聊聊喝咖啡喝得太開心了 車子就過了 這種事情常有 所以目標清楚很重要 今天要去談的事情呢 有時候一些旁枝末節 我們可以就是暫緩往旁邊辦 但是那個目標 如果你很清楚 你就會曉得 今天最起碼想要達到的 達到的那個目的 目的心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五十 可以先設定好 才是有效的溝通 換位思考 這個時候我要抱一個自己的料 為什麼要換位呢 因為很多時候啊 我們的溝通會出現問題 它都是在於 我們的自己的主觀 跟這個人之間的感情的負擔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孩子明天要考試了 今天晚上還躲在被窩裡面 玩電動 哇那不得了 如果我是他的媽 或是我是他的爸 我怎麼能接受這種事實 你要不就睡覺 不然就起來不出 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就是因為有情感負擔 所以一出口就絕對不是好話 絕對不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溝通模式 所以如果這個媽媽 或是這個爸爸 他把自己的角色換成 是他的朋友 很有可能他說出來的話 就會稍微好一點 例如 哎能夠練一題算一題 你要玩明天再玩 等等 他在情感上負擔沒那麼大的時候 說出來的話不會那麼激動 那因為我知道大部分的學員 都很喜歡聽講師自己爆料 那我就講一個換位思考 我很 我個人非常成功 而且得意的 那 有一次 我這個懷疑 我男朋友劈腿三個月了 這個話題你們有興趣嗎 多講一點 不只一次 不只一次啊 好懷疑 我當然就是一直觀察 我覺得就是不太對 那女生都有這種受覺 不對就是不對 就算騙自己也騙不了多久 好 然後呢 我就一直告訴自己說 那我必須要跟他溝通 可是我會很激動 我覺得我自己的表現應該不會很好 所以呢我就讓自己變成是他的朋友 我這個轉換差不多有到了一個月 那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一直在自己不斷地演練 我覺得我應該要冷靜 我要像他的朋友一樣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機會 我跟他坐在小板凳上面 就拍拍他的大腿就說 最近是不是有認識別人啊 幹嘛 你是不是覺得我演技太好了嗎 你為什麼要笑成這樣你說嘛 不好說不好說 你這樣也不會很別人 我要說什麼 預知 詳情 就是私下可以再告訴大家 總而言之 變成他的朋友和他溝通之後呢 我發現這個溝通就沒有火爆味 而且也不會中斷 因為沒有太過的情緒障礙 情緒的卡關 所以當我這樣子 非常靈性的溝通的時候 就容易得到真實的回答 所以換位思考換個角色 對你的溝通 是會有順暢度有增加 有幫助的 期待合理 這個地方好像比較亮對不對 每一個人啊 其實他的價值觀 文化差異 還有他的不信任別人的這一些 都從原生家庭而來 我們很難全面的去感應他 舉例來講 有一次我到外地去上課 我搭計程車 雖然還是那個 就是叫計程車的 我覺得應該很安全 可是我上了車之後呢 才沒坐多久 那個一下子 那個司機他就是回頭跟我說 小姐你擦香水了 我就有一點點覺得 我就說對 結果他又開一開 他就說 香水很香喔 這個時候我就有點覺得 我該怎麼辦 我現在肚子痛 然後說要趕快要下車嗎 還是我應該要呼叫 還是怎麼樣呢 我就開始想一想 我開窗戶好了 我就把窗戶搖下來一些 我還不好意思搖太大 然後司機就說 窗戶可以開大一點 我對香水過敏 這就是我不信任別人 我不信任這個環境 然後我害怕 所以我解讀他的話 都是負面的 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說出來的話 務必要清楚的說 清楚的說 而不是迂迴的暗示的 然後跳躍的 這樣很容易讓對方接受錯誤 接受錯誤就沒有效嗎 溝通就是無效 臉皮要厚 臉皮厚絕對是和好的關鍵 和好對不對 一定要和好 因為溝通到最後 其實關鍵就是要和好嘛 可是臉皮厚呢 能夠先主動的那一個人 真的是很厲害很棒 那我是想要呼籲大家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如果你冒免呢 是屬於那種會很久都無法提覆的 那我在這邊想要給你一點點小小的提醒 當對方主動求和的時候 我請你呢就是見好就收 有 真的有男士點頭給的很大力耶 這怎麼回事啊 是不是因為有時候求和都要擺一般把姿態擺得非常低對不對 而且一次兩次 哇那這樣子其實對那個求和的人來說是很大的困擾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覺得見好就收是非常棒的 我曾經也有過這種經驗 我罵錯我罵錯我男朋友了 我罵得很兇 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但是當時年紀輕又拉不下人去道歉 所以呢我就去簽他的手 我非常感激他就讓我簽了 然後之後他就說他的感受 這樣非常好 說出自己的感受非常好 他讓我簽他的手 當時我真的好感激 我曾經心裡頭在想如果他給我甩開的話我怎麼辦 我可能會哭 所以有人求和有的示弱做出友善的行動 那另外一個人真的要看到對方的勇氣 就見好就收 機密溝通的五大原則 這五大希望大家能夠稍微有一點點印象 來請大家閉上眼睛你們可以講就是要覺察什麼 再來目標 還有角色怎樣 還有期待 期待要合理 再來什麼要厚 臉皮要厚 對臉皮厚一點 絕對是你們和好的關鍵 溝通的目的就是要內在的和平 所以我們現在要帶一部影片 這個影片呢 雖然不是男女生之間的 但是他絕對跟內在的和平很有關係 只有四分鐘 大家可以參考 請到你很棒 好 幫你來 來 來 每一個受試者呢 在剛開始的時候填寫這些問題都不是 都不難 立刻就可以回答 這是偷拍 所以這是很真實的呈現 這可能要想非常久 這可能要想非常久 很久 很久 我們在和平 中心裡 我們在和平 中心裡 等於是 走從大跟平 ば 成功 等於是 我們不管兩人再去做什麼 我由於一個要做什麼 以遵守什麼的意要做的 我們不再做什麼 所以我心在痛心 如果你喝什麼 我會不會把你學習 你把你學習的動作 沒什麼 我沒有的救過 我會不夠的意味 我想要消滅 就是我先用這些 我會有一個辦法 我真的不想保持一切 你不想保持一切 不想保持一切 你太感冒了 你真的不想保持一切 我要保持一切 你不想保持一切 好恐怖 我真的不想保持一切 我都不想保持一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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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关系不单单只是对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说出甜言蜜语 对我们的手足另一半还有我们的上一代 其实都是可以用甜言蜜语来表达 这些父亲呢他想要道歉或者他想道谢或者他想要告诉他儿子的很多话 你看到这么老了才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广告来做这样子的安排和设计 可能他要讲的时候有可能在病床边咯 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会一直把沟通当成是个人的使命感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时 越早开始说你心里头想要对这个人说的话 越早越好不用等 没什么好等的哭就哭 想要哭出声就哭 因为我们都太压抑了 沟通这件事情最值得的就是 和我们心里头分量最重的那几个人说 你内心的真话 这是这一生最值得的事情才会没有遗憾 那么在内在的和平呢 希望大家就是借着这一堂课 能够心里头想到几个人 想到一些名单 然后让你们可以在课堂之后 不论是打电话写信都很好 只要你愿意表达 表达这件事情 你就是最有勇气的一个人 今天你在这里的一个小时 就没有白白的度过 从和你身边的人 或是你最在意的人 道歉和道谢先开始 你就是一个脸皮够厚 而且呢 期待合理 并且是能够觉察情绪目标明确 换位思考的人 祝福大家 谢谢 好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讲师 然后是皮太后 我天哪 这怎么会是皮太后呢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听完她的演说 就是那种 那个哆啦Amo的那个白宝箱 你知道吗 因为她教我们很多沟通的技巧 一些从生活的例子来了解 然后怎么去解决一些困境 那亲密的五大要件 请大家回去一定要务必的 的一个就是复习 多复习一定要多练习 说好听的话一定要练习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杜敬贤老师 要请大家再用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 我们感谢她 然后再来呢 我们邀请我们的F部总监 宇轩总监来为我们制造一个感谢状 跟我们的礼品 好 来 我们就掌声不断 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军突进行 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 相信大家回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非常棒的一个感受 尤其是后面的那个影片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嘿 来 再来呢 除了赞赞感谢状之外 我们还是赠我们一个小礼物 好 我知道我们都敬贤老师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讲师 所以我们现场是不是有很多粉丝团 是不是 是 然后呢 我们下次我们都敬贤老师 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这样的一个课程好吗 好 好 好 再唱 那非常谢谢 感谢大家的命令 然后待会我们时间到了 就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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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